能拥有一个机器人是很多人的梦想 在许多影视和文学作品中 机器人被赋予了充满想象力的角色 现实中的机器人长什么样子呢 今天的33号放映室 为大家带来5个不可思议的机器人 第四代苏雷娜 苏雷娜系列机器人 是由伊朗德黑兰大学研发 一共开发了4代产品 最新的第四代苏雷娜 于2019年12月14日正式亮相 机器人高1.7米 重68公斤 拥有48个自由度 能模仿人类的大部分动作 手部也更加灵活 可以抓取不同形状的物体 使用不同的工具 第四代苏雷娜项目的主要目标 是改善机器人与环境的互动 新一代的机器人芯片得到提升 能很轻易的执行复杂的操作 拥有人脸检测和技术 物体检测和位置检测 活体检测 语音交流等能力 结合人工智能和全身运动规划 实现了在线抓握 面部跟随 物体跟随和动作模仿 第四代苏雷娜运动速度 为每小时0.7公里 鞋底采用新型的传感器 可适应不同的场景 和更复杂的地形 在电器电子工程师学会 经过各方面的测试后 认为第四代苏雷娜 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人形机器人 胡椒机器人 这个名字叫胡椒的机器人 是由日本软银投资制造的 半人形机器人 具有读取情绪的能力 能够识别人类面部表情 和对语调进行分析 目前胡椒机器人 已在许多地方 如银行 医疗机构 机场 商店等 担任接待员 识别访客 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据开发者描述 胡椒不是家用的功能性机器人 相反 它只在让人们享受生活 改善人们的生活 促进人际关系 与人们一起玩乐并融入其中 胡椒机器人于2014年首次退出 2015年正式发售 首次发售便在60秒内被抢购一空 截至2018年5月 已售出12000台胡椒机器人 阿奎诺水下机器人 阿奎诺是由一群前美国宇航局员工 开发的一种多功能可变形水下机器人 可实现制作航行和遥控航行 使用锂电池提供动力 单次可航行200公里 最大作业深度可达300米 与传统的水下操作机器人不同 阿奎诺使用无线的形式 与地面保持连接 拥有两个可自由活动的机械臂 配备传感器 可感知作业时的交互力 它的头部还可以360度旋转 因此它可以检测海底石油和天然气基础设施 操作阀门和使用工具 可以很方便地实现海底测绘和各种水下作业 模仿机器人CB2 这个看起来很诡异的机器人 是日本最先进的机器人之一 是日本大阪大学的一个实验项目 由工程师、大脑专家、心理学家 和其他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的团队 共同创建了CB2 研究可学习可进化的机器人 通过与人类互动和观察他们的面部表情 模仿母婴关系并慢慢发展社交技能 机器人的橡胶皮肤下放置了197个薄膜状压力传感器 因此可以识别出人类的触摸 它的眼睛可以跟随移动的物体 并且会像婴儿一样思考 评估母亲无数的面部表情 并将它们剧烈到基本的类别中 例如快乐和悲伤 如今CB2已会行走 当有人触摸它时 它会像一个孩子一样开心地走起来 但它好像还没有学会该什么时候停下来 斑点狗机器人 波斯顿半年狗起源于2005年的一个军事项目 当时美军希望研制出能够在复杂地形运送装备的机器人 由此诞生了机械狗机器人 但是由于体积大 燃气发动机的噪声太大 机械狗项目被停止 随后演化出电动板 在体积上进行了瘦身 由于采用电池动力的原因 负重只有18公斤 且罩价非常高 因此也被搁置 最新版的半年狗mini版 主要目标是民用市场 在体积上进一步缩小 高84厘米 能负重14公斤 电池续航90分钟 全身共17个关节 强大的可透展性也是它的卖点之一 可选蛇形手臂能完成许多动作 如开门 还可以选配电池 360度全景摄像头 激光雷达 CPU和GPU模块 目前技术版售价为48万元人民币 由于传感器的问题 在透明光滑的表面 它可能会摔倒 也无法预测移动物体的轨迹 因此移动的汽车 宠物和婴儿都有可能成为它的障碍 除了半年狗机器人 波斯顿动力公司还研发了可站立的人形机器人 阿特拉斯 可轻松实现行走 跑步 翻滚 旋转跳跃等一系列复杂动作 不同领域的机器人有着不同的制造要求 面对现实生活中复杂和多变的挑战 现代机器人需要实时动态的做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机器人已在多个领域逐渐取代人类 未来会在多个行业完全取代人类 你最希望哪个机器人走进你的生活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